李文抑郁离世心理学有什么话说 不知道心理学想说啥 反正我是有很多话 媒体报道明星自杀会增加民众的自杀风险 对此有专门研究在韩国的94845名自杀受害者中 有17209人在明星自杀一个月内自杀 影响概率不同的研究结果不同 大概在2%到10%之间 这种现象叫自杀模仿效应是一个客观事实 类似的还有一些年轻人组团自杀 此时需要很大勇气的 而他人勇敢向此会给自己鼓舞 也就是说毁灭性的能量会被其他毁灭性换起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媒体最好不要报道这些 可会增加更多人离去的风险 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么大的新闻谁会放过 媒体就爱流量 而且一些媒体不太会考虑这些 很多时候良知和媒体是存在必然冲突的 而我也在冲热点 那我和他们有区别吗 肯定有 我是一道光一直在努力的给迷茫者方向 给绝望者力量 如果哪个有态度的媒体和个人 愿意宣传这套视频 那我在这里深沉的谢谢你 因为你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明 而抑郁症到底啥原因 应该怎么办 我这里会写到最底层的东西叫什么 叫无力感 无妄感 低自尊 无价值 无意义 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关键词 他们的自我评价都很低 用人话翻译过来就是 我一无是处 我是一个垃圾 CBT的核心信念里 很重要的一条叫做不可爱 我是不可爱的一定是我不够好 所以你才不爱我 你不爱我 那么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抑郁者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是什么 是他人 是爱情 是远大的理想 极端一点的认为什么都没有 人生没有意义 世界也没有 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 庸俗的虚无的闹剧 抑郁症除了无力 还有什么 还有压抑 许多情感 压在心底得不到表达 许多愿望得不到满足 不能表达 就会自我攻击 就会痛苦 一直痛苦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们会想办法结束 怎么能结束痛苦 他们被困在了迷雾中 除了死找不到别的出路 那有没有一条光明之路 肯定是有 狗狗有24小时免费 危机干预热线 网上搜一手 当你扛不住时就打一打 没钱请心理咨询怎么办 那就网上找些公益咨询 蹭一蹭 免费的心理学视频学一学 抑郁症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没有活力的身躯 也完全可以变得精力充沛 改善抑郁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除评判 去除你的羞耻心和低价值感 直接去摆烂 老子就这死一样 爱机儿杂杂地 我就是不够好 就是不完美 就是不优秀 再不满意 小心老子抽你 没有了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自己的严格要求 那心境就会立刻大幅好转 然后该赚钱赚钱 该想办法想办法 深度创伤的修复 确实需要时间 而只要你愿意 一切都可以 世界它本来没有美丑 没有好坏之分 你觉得世界无意义 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意义 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就是你和世界的关系 什么时候你学会了爱自己 不把价值放在别人身上 而是收回到自己那里 那么你的幸福指数 便会稳固提升 别人怎么看不关我事 我就是这个鸟样 爱咋咋地 然后是怎么预防 抑郁来自抚养者的不回应 不满足不支持 来自于否认打地 指责虐待高要求 这些创伤性经验 如果不处理 那就会跟随人的一生 会内化成一个虐待型的超我 父母有多变态 孩子的超我就有多变态 人很大一部分痛苦来自于超我 过于严格 达不到目标 就焦虑 就自我否定 然后又会落回到 无价值无意义那里 自我批判什么的 请先停一停去 放松超我 安顿本我 构建自我 自我越强大 心里就越健康 那怎么强大自我 最简便的方法是 尊重本我 释放本我 不要被人情事故束缚 这个不行 那个不能 出气吧 愤怒吧 咆哮吧 没有人的感受 比你自己更重要 你的感受 才是你的整个人生 变得自私一些 不要总去考虑他人的感受 人家为什么不考虑 你的感受呢 你这个烂好人 不要过于在意他人 请去与深情的凝望你自己 去看看你心中那些美好的渴望 看看你为了活下去 所做的努力 看看你为了生活 承受了多少苦难 看看你飘摇在风中受伤的心 是多么的无靠无一 你觉得你很弱小 但同时你又是如此强大 你承受住了别人一生 都未必会经受的东西 一定是有什么期许 支撑你一直活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心灵的家在哪里 那么你的家 一定是你自己 曾经那么多无情 那么多苦难都没有压伐你 而这一次也绝对不行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活下去 你可以软弱 可以无力 也可以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你是否想过 没有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你在怀疑就说明了 你还在追寻 还在为了心之所愿而努力 你渴望找到意义 其实你一直在无望中 努力地活下去 只有我们嫌弃自己的肉体 而身体从来不曾放弃 那现在我来告诉你 追寻意义 其实就是追寻你自己 证明终不会负你之期 你会找到你人生的意义 如同你终会遇见你自己